妈妈,为什么有的人叫别人名字的时候,有时候带姓,有时候不带姓呢? 这个呀,因为如果两个人之间已经很熟悉后,叫别人名字都不带姓的话,会显得比较亲切 哦,比如小龙和叶小龙,你听一下啊 小龙,叶小龙,听起来是不是不一样啊? 哦,原来去掉姓,这也显得比较亲切啊 哼,骗子 怎么了,小龙 妈妈就是个大骗子 呃,我听到了,说我是骗子,我怎么就成骗子 妈妈,你看我的试卷,妈妈叫我的体全都错了 嗯,全错了?你给我看看 哪里错了? 诶,这呢?这错了一道 问,桃花元界座者是谁? 冤冥?冤冥是谁? 这还有一道,蓝亭集训是谁写的? 西枝?西枝是谁啊? 桃冤冥? 王西枝? 哼,大骗子,还说虚道是因为显得比较亲切 害得我都错了 哈哈哈哈 臭小子,我是让你平时叫人的时候可以不担心 这样想的亲切点,没有你考试的时候也这样 桃冤冥,王西枝,和你很熟吗? 和你很熟吗? 哈哈哈哈 啊,妈妈,我错了 啊